电影的桥段居然发生在了我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 我跟小北再次来到了他父亲面前 此时的岳父突然变得异常冷静 他家到底是干啥的 本来都是小本人谎言 配合就完了 太没问题了 但是之后岳父的操作给我整不会了 这个孩子跟你有关系 那么我做老人的做长辈 这么办 小伙子 这里头有五十万 密码是六个一 以后离我家孩子远点 这可不能再装上去了 这个钱我可不能要啊 我跟你说咋回事 小北的态度也变了 拿完钱赶紧走 赶紧走人 你不就问这儿了吗 他怎么以为我是这种人 滚蛋呢 赶紧走吧 爸 我说实话我也想好 这重要的人我跟他年轻人 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想通通拉起手 直到我看到这个眼神 蛤 蛤 蛤 这是啥意思啊 赶紧的 他在这处着干啥呀 不知道 刚才不知道他 快点 那就是鼠鼠再见啊 滚 碰框 说啥呢 蛤 蛤 蛤 抽啥呢 啊 钱啊你 拿钱啊 哦对对对 我最一百首吧 一会儿给你打五万多了 啊 走 小北 啊 小北 小北 啊 小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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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北